好,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題目是 以致1000K的時候 這個碳加上二氧化碳會變成這個 兩倍的這個一氧化碳 那它的Kp是1.2大七 那今天在同溫的時候 在200升的密閉容器中有這三種 就是碳、二氧化碳、陰氧化碳、銀墨 則反應將向何種方向進行 那我們講解題目之前我們來看一下會用到講義的哪一些概念 好,你會在講義裡面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是有關於反應傷跟平衡常數的意義 好,那什麼是反應傷呢?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舉一個可逆反應做例子 反應傷叫做Q 如果是用濃度的表示就QC 好,所以這個是一個濃度的意思 濃度 那在反應進行當中 任意注意,這個畫起來 任意一個時間點的這個物種的濃度 帶入我們的平衡定律式所得到的數字就是我們的反應傷數 Q 反應傷Q 好,那什麼是平衡常數呢? 平衡的時候呢 平衡常數帶入的這個濃度 是什麼?是平衡時的濃度 這個是唯一的不一樣的地方 請你做比較 所以你對自己不要 所以Q的話是在任意時間點 好,那平衡常數裡面帶的濃度只是在平衡的時候 好,那我們還要注意的這個特點 有哪一些呢 第二個的話是說我們 如何去利用這個反應傷跟平衡常數的關係 預測我們的行進方向 好,所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 如果說我們的反應Q 小於平衡常數K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這個反應的濃度的值偏高 所以偏高所以他我們的QR才會小於這個 K 代表說 我們的分母的部分 我們的分母的部分 跟分子的部分相比 分母的部分是我們的反應物的地方嘛 對 好,反應物 反應物的地方 所以反應物的這個地方濃度比較高 好,所以 所以反應就會朝向正反應的方向進行 就會變成長物 好 而往生成物的方向去逐漸增加 直到反應達到平衡為止 好,所以 如果我們的Q小於K的話 代表說我們的反應會怎麼樣 會向右 要注意 好,那再來如果Q的是大於K的話 Q大於K的話 一樣按照我們的這個平衡常數的一個 這個計算方式的話 有分子跟分母的部分嘛 那分子的部分就是屬於我們的生成物地方 分母是反應物 那Q會大於K代表說我們上面的這個生成物的濃度 比較大 好 所以生成物的濃度偏高的話代表說我們的反應會朝向逆方向去進行 好 所以反應會慢慢的增加 生成物會減少 直到平衡為止 所以如果Q大於K代表反應向左 好,那第三個 如果Q等於K的話代表說什麼 很簡單,你們都會代表平衡了 所以反應怎麼樣 不移動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概念怎麼用到我們的這個題目裡面 好 講解題目的時候呢 老師把這個詳解貼上來 那老師講 同學看的詳解 會跟我們清楚喔 好 來 今天同學問的這個是 這個 我們的 預測 去反應 會向哪個方向去進行 所以我們會用到的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反應商數Q 我們剛剛所 提到的這個反應商數Q 好,那這個反應商數Q呢 帶的是任一個時間點的一個 物質的濃度 對不對 好,所以那我們任一個時間點的物質濃度 今天題目條件給你啦 他說在200升的時候 好 因為我們濃度C的M 然後等於這個Mor數除以體積 那體積就是200升 好,那這個裡面的這個物質各於Mor 好,所以我們就把它帶入我們的反應商數Q裡面 這個Q告訴我們呢 他只能我們這個 固體的部分是不列入K的 不列入Q計算 所以等於說上面是二氧化碳的部分 好,那下面的話是一氧化碳的部分 因為下面是 這個生成物 那上面的話是這個 不對,應該是上面的地方是 生成物,下面的地方是反應物 所以這個地方寫錯了 好,所以等於說這個地方下面是CO2 上面是氧化碳 好 平方 所以OK,那我們把我們數據帶進去 200升銀墨,所以濃度就是1.2% 好,那這樣算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這個 Q的值是1.2% 那題目告訴我們 KP是1.2大氣壓 好,KP是1.2大氣壓 那因為我們是用濃度帶 那我們怎麼把它轉換成這個 KC來比較呢 我們就要藉由這個 相關的式子 KP等於KC乘以RT乘以Delta N 那今天Delta N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 2,後面的數是2 減掉前面的1等於1 好,所以我們換算出來之後 KC我們就可以知道是這個 82分之1.2 好,那所以 200分之1 就會小於 82分之 1.2 OK 好,那既然小於的話代表我們剛剛前面的概念沒有講到 小於的話所以反應要向哪邊 要向右 好,所以答案就要選C 好,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大家拜拜 バイ 賀 дуже